我用两个月学会了四千个西班牙语的词汇,我是怎么做到的呢? 两个规则,一,高频词汇,不要学习没有用的词。 二,很多词你用不到,但是你需要学习它们才能听懂中国人说什么。 这些词你需要大量的快速的去学,你要反复的记忆它们。 我的学生一般每周学习一百到两百个词,四个月后他们能掌握两千到三千个新词。 If you want to get this kind of result and finally understand what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say, come in the world ready and I'll get you started.